在美国水牛城的时候 我参加过一个很特别 非常吸引人的活动 叫做花园漫步 Garden Walk 夏天的一个周末 那些以自己的花园为豪 愿意向公众展示一番的美国人 把自己的花园向世人开放 每个人都可以走进这些深深的庭院 近距离地欣赏这些大门后边的花园布局 和主人倾心打理的奇花异草 开放花园的人会在自己的门前 竖起一块参加活动的牌子 著名了向游人开放的 是他的前花园后花园 还是两个花园一起开放 有的贴心的主人还在花园里摆上冷饮 让走累了的走可乐的花园漫步者 润润嗓子 这个活动吸引了很多 从美国各地赶来参加的观花者 我最喜欢和花园主人交谈 记得其中有一位是船长 他退休了不去航海了 就把买下的房子建造了这个奇特的花园 而他打理花园的目的 则是因为他说自己的性格比较急躁 学习照顾花草可以让自己慢下来 慢慢适应自己的退休生活 聊得起见他也顺便告诉我他自己得了病 花园让他对生命重新充满了向往 让他觉得与生更加美好 和一位老人聊天的时候 我问他怎么能把花儿养得这么好 他开玩笑说 秘诀就是要多和花儿聊天 他说他喜欢跟花儿聊天 他的花花草草被他当作是他的朋友 他认为花儿们也喜欢听他说话 所以就长得特别好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我知道一个精美的花园背后 有很多辛勤的汗水 这些大面积的花园 夏天浇一次水 可能就需要一两个小时 花园漫步让我看到 有人深受疾病的折磨 却仍然觉得自己快乐 有的人明明健康 心情上却痛苦万分 真的快乐是一种精神状态 跟不同的花园主人聊天 是非常享受的事情 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他们的平和和开朗 让人不由自主 喜欢这些积极生活的人 爱花的人总不会错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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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过